法国巴黎圣母院发生大火 中国人为什么幸灾乐祸 哈喽你们好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宾燕 今天我们来讨论 为什么拥有850年历史的 法国巴黎圣母院发生大火 部分中国网民会幸灾乐祸 首先让我们来关心新闻背景 著名法国文化遗产 巴黎圣母院大教堂 在4月15号傍晚发生严重火灾 巴黎圣母院所有的房顶房梁都起火 起火位置在最高的顶部 其标志性的尖塔更在烈火下倒塌 或在原因可能和正在进行中的 房顶修复工程有关 法国总统马克龙说 整个国家都感到心情沉痛 为什么巴黎圣母院一场大火 会引起全球关注呢? 巴黎圣母院是一个天主教教堂 博物馆、历史古迹 旅游圣地 也是法国哥特市建筑的巅峰之作 它位于巴黎市中心塞纳河畔 始建于1163年与1345年完工 巴黎圣母院因为法国作家 雨果的同名小说而闻名于世 每年都吸引很多的游客到访 教科文组织在1979年的时候 将巴黎圣母院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它的地位甚至高过巴黎铁塔 如果以中国为例的话 它的地位就好比中国的长城 故宫 问题来了 当全球人民都感到十分惋惜的时候 为什么有的中国人幸灾乐祸? 原因就是这场火灾 让他们联想到了火烧圆明园 有网民就指出了 这件事情让他们联想到1900年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历史伤痛 批评当年的法国士兵 不但抢先冲进圆明园抢劫 临走前竟然还放火烧毁 认为现在的巴黎圣母院大火 只是天道轮回 不值得同情 据说当年被抢走的这些文物珍宝 价值高达600万英镑 其中就包括了很出名的十二生肖 人生兽头铜像 这场大火足足烧了三天三夜 300多名的太监和宫女都葬身火海 那现在的圆明园已经成为了旅游圣地 但是还一直保留着当年的惨状 可能你会很好奇 以中国现在的财力 肯定能够修复圆明园 但是中国政府 为什么偏偏不要修复圆明园呢 原因在于修复的圆明园 始终是防制品 并不是真正的圆明园 最重要的是 中国人认为国耻不能忘 这是一段活生生的历史 提醒着中国人 曾经有这么一段黑暗的历史 所以啊 这次看到法国发生巴黎圣母院大火 有的中国网民就拍手叫好 认为这是因果报应 我认为巴黎圣母院的大火 不仅仅是法国人的损失 更是全世界人类的损失 我们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幸灾乐祸 毕竟这两件事情 并不是发生在同一个时间点 而且根本没有关系 牢记历史并不等于延续仇恨 火烧圆明园教会我们 要变得更加坚强 只有国强了才能学耻 并不是教会我们 要将法国所有类似圆明园的建筑 都烧毁 当然这只是一小部分中国人的看法 大部分的中国人还是认为 爱国要理智 不应该幸灾乐祸 那我自己本身呢 曾经去过圆明园 还没去过巴黎圣母院 我希望法国能够尽快地 抢救巴黎圣母院 让我们呢 还有机会去欣赏这个 这么壮丽的建筑物 不知道你对于巴黎圣母院是火 有什么感想 身为中国人的你 又有什么话想说的吗 欢迎留言告诉我 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就记得分享以及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